哈囉 歡迎收看阿宅新聞網 給我們五分鐘最夯的話題都在您掌握中 好 今天要來介紹的是平板電腦的戰國時代 哇 競爭非常激烈 很多人都會想擁有一台 而今天我們現場有非常多台最新的平板電腦 有的根本還沒有上市 就帶您搶先看了 我們就請來了電腦王阿達 帶我們來分析了解 我們歡迎阿達 嗨 大家好 其實我們之前講到平板電腦 就會想到開啟第一發蜂巢的 Apple的iPad系列 在我手上這台就是iPad的了 不過iPad出來之後 很多家廠商都紛紛跟進了出了加碼的版本 我們來看到這些都是之前之後跟進的廠商對不對 是的 像那個紅機球出過一台 這台叫A700 A700 然後那個Sansung它有出過一台叫GasTag 然後那個華碩它出過的是變形平板 是的 所以那是哪一款 有沒有賣的比較好的 能夠跟蘋果來分請抗敏的 在全球賣的最好應該是三星的GasTag 還有那個華碩的變形平板賣的不錯 變形平板 是 它這個idea是來自變形金剛嗎 它理由它怎麼變形啊 我簡單問大家介紹一下 那現在以這一台為例 這一台是那個最新款的那個變形金剛TF700 它是那個訴求高解析度 它要變形它那個拆開螢幕它只要這邊搬過來 這樣就可以拿起來 然後它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可以運作平板 所以這就是變形的概念 你可以高興當平板電腦的時候 就把它當平板電腦 想當筆電的時候 就只要裝下去它就變成像筆電 立刻就有螢幕了 立刻也有這個電盤 對 所以這個概念其實呢 讓它賣到了歐美去賣得還好嗎 因為滿創新的 到現在也沒有其他業者去那個模仿 所以它那個現在以這一個類型的平板來講 它算賣得最好 它這個算不算它的專利 算 但是原則上像三星它最近 在ComptoTest展有展出一款Windows 8的平板 它的有點模仿像變形平板的那個概念 但是華碩已經表明了說它不會高嗎 喔 這麼的大度 所以這也算是我們台灣之光囉 台灣的品牌 不過之後蘋果陣營當然也是不甘事物 陸續推出了iPad 2跟這個New iPad 雖然這個外型上它是沒有很大的差別 當然這個功能上 性能上有在慢慢的加強 不過其實飛蘋果陣營 我們剛剛說的ASUS它之後呢 又陸續推出了更加碼版的 哇 這款厲害了 這款就是剛剛阿達哥跟我們介紹的 就是把手機居然融入在裡頭了 我們看到了 不只變形了 還把手機加碼在裡頭 不過到底這個功能是要怎麼樣運用 怎麼樣把手機跟平板電腦一起結合呢 這一款的話就是那個 這個華碩的那個PATFORM 它原則上它是一個變形的概念 比如說我們 平板子的手機 所以您這支手機就是它的一部分嗎 是的 它是三部曲的其中一部分 那我們只要把 這個平板 後面蓋子打開 然後再將手機 以平板的方式 滑動進去扣起來 手機就融入在平板電腦裡頭了 是的 你可以看到它現在就已經變成了平板電腦 而且還可以滑鼠操控 另外它本身 又可以再拆開來當平板 所以它是一個三段式的變形 哇 那主要手機的功能 它可以怎麼樣跟平板做結合 它原則上的話 因為我們手機的話 大家都會辦上網吃到飽 以前的概念的話就可能是說 那你iPad如果要上網吃到飽 那可能你要去辦一個iPad用的門號 對 那我們現在的話變形平板 它的概念就是說 那我們只要申請一個手機用的上網吃到飽 門號 那我們只要把手機的塞到我們的平板裡面去 那我們是不是等於平板也可以上網 手機也可以上網 那我們就可以不用辦兩個門號 一支門號就夠了 對 是的 那如果有些這它的功能 譬如說裡頭它的資料可不可以互同 當然可以互同 而且說它的程式 如果說有的 像有的程式它是有設計為平板板或手機板 那我們只要直接插下去之後 它就可以直接變換 來做不同介面的使用 真的是手機跟這個平板合而為一 那接下來這一款 剛剛iPad告訴我們 這是還沒有上市的 對 所以你帶我們搶先看囉 這一台的話它是速球高解析度 而且它本身也做超補 所以可以看到說 比本來的iPad還補嗎 它比iPad補一點點 真的來補的 是 而且說它的那個面板的解析度很高 對 在那個遊覽網頁的時候 會看起來比較舒服 但是它那個 跟New iPad比的話 New iPad是解析度比較高一點 比較高 對 但是它是Enjoy平板 平板裡面算那個解析度最高等級最高 Google 還有Io大會2012的 它也發表一款Nexus 7 所以這是未來兩個趨勢對不對 對 然後另外還有那個Windows 8的平板 對 這兩款都是將來的趨勢 我們今天非常感謝阿達的分享 謝謝你 謝謝 這讓我們看到了很多平板電腦的新趨勢 當然不只這個蜂巢熱賣 連它的周邊產品都跟著熱賣 像是我手上這個很可愛的iPad背板 這些卡通圖外也是跟著非常的熱賣 當然再表一個趨勢就是 科技越來越接近人性了 越來越輕易的電腦 讓我們的攜帶更方便 也不同於一般的筆電這樣子的形態 希望能夠看到更多的最新的科技 好 還有喜歡今天的阿杰新聞網嗎 有什麼興趣想和我分享的話 我們臉書上見囉 掰掰 掰掰